谢霆锋出生于香港 其父亲谢贤是位知名演员 受父亲亲传 他的演技日渐精进 逐渐成为了一名实力派演员 红遍大江南北 在2000年与王妃相知相恋 由于二人是姐弟恋 并不被世人所看好 分分合合后最终与三年后分手 2006年与张柏芝步入婚姻殿堂 产下两个儿子 可好景不长 这段恋情再次以失败告终 有人人兜兜转转还是会相逢的 如今王妃谢霆锋机场牵手大胆示爱 张柏芝也有了新的归属 谢霆锋在1996年刚出道时 就以帅气的容颜迷道万千少女 在娱乐圈可谓是一帆风顺 可他并不是靠脸和父亲吃饭的人 就算名气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并没偷懒去当个花瓶 他决心要靠自己的实力 创出一片新天地 而王妃从小热爱音乐的心 支撑着他长大后 毅然决然步入音乐这条道路 独特的嗓音 在娱乐圈算是独一位 一首红豆使大家共沉沦 同爱音乐的谢霆锋 被他的才华吸引住 耳机里常常放着他唱的歌曲 按说娱乐圈这么大 俩人能认识的机会较少 可能冥冥之中二人自有天意 几次活动下来 二人算对彼此有些印象了 谢霆锋率到惨绝人寰 人群中一眼便能看到 这几次重叠的活动王妃 也难免注意不到 而她也早已对自己的女神 王妃心生爱慕之意 要到联系方式之后 便时不时与她联系 俩人的共同话题很多 聊起音乐方面的话题就停不住 常常会向对方分享 自己对音乐的见解 从音乐到美食再到美景 似乎永远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通过一次次的聊天中 王妃在谢霆锋心里 简直就是完美的存在 虽然二人相差11岁 在那个还比较保守一点的年代 姐弟恋很少 可她认为年龄不是问题 王妃在她这里不可替代 思考很久 还是下定决心 对女神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朋友得知她的想法后有问过 如果失败了 他们连朋友都做不成 该怎么办 或者分手了怎么办 她经过深思后认为 她如果有机会与王妃相恋 必定好好爱她护她 尽量避免造成分手的局面 朋友看她如此爱慕王妃 便也没有多加阻拦 选择支持她的想法 谢霆锋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对王妃展开了热烈追求 王妃一开始 对她并无男女之情 后来被她的真诚所打动 渐渐发现她只是弟弟的年纪 心智却比弟弟成熟得多 不管是一起吃饭还是游玩 她对她都很体贴照顾 如此一个优秀帅气的绅士追求自己 天后王妃早在不知不觉中 喜欢上了她 二人被丘比特之剑射中 很快坠入爱河 和寻常情侣一样 工作之外有空就黏在一起 还在2000年时 向世人公开他们的恋情 31岁的王妃和20岁的谢霆锋 在一起了 二人登上娱乐新闻头条高位不下 这段恋情被大家吵得沸沸扬扬 在当时那个年代 很多人眼里觉得姐弟恋并不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舆论退缩 反而更加坚定牵起对方的手 向大众显示二人安爱的决心 网友称他们为风飞恋 恋爱期间 二人也会因大大小小的事情吵架 分过几次也都和好了 不过好景不长 这段著名的风飞恋 坚持了三年便以失败告终 谢霆锋与王妃分手后 整日郁郁寡欢 经过这段感情 她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原先身上还带着些孩子气的她 现如今蜕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 她控制不住自己的脑子想念她 只能用更多的工作去压住思念她的心 每天忙着做音乐拍戏 日子过得很快 二人都在各自领域闪闪发光 变得越来越好 在繁忙的工作中 她逐渐不再去日思夜想曾经的过往 决定放下一切 开始新的生活 她拍了越来越多的戏 唱得越来越多的歌 成为了帅气的实力派 在某次拍摄中结识了张柏芝 她是一个直帅可爱的女孩子 在片场像是一个小太阳照耀着大家 给在场所有人带来了许多温暖 谢霆锋性格较为高冷 张柏芝活泼热情 性格不同的人之间 却迸发出了不一样的情感 在多次合作之后 张柏芝便被她所吸引 她的外表虽冷酷 但内心却与之截然相反 温柔似水 从谈吐中可以得知 她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 又帅又有才 张柏芝化身小迷妹 整日围在她身边带给她温暖 谢霆锋这座冰山 也渐渐被她的阳光所融化 自从经历过上一段恋情之后 她很害怕失去 本不想再重新开始一段恋情 张柏芝看透了她的顾虑 便安慰她感情这种事情 本来就说不准 分分合合也是正常的 我一直觉得过程比结果重要 张柏芝的这句话 深深触动了谢霆锋的内心深处 她早已对她产生好感 只是觉得做朋友可能更长久 便一直不敢开始 但是现在听了她的话之后 她觉得眼前这个女孩就是对的人 两人互表心意结成伴侣 中间也有过平淡妻和分手 后又在无极 这个电影中合作 发现还是忘不了彼此 从而就情复燃 二人年岁相访 到了试婚的年纪便迅速闪婚 消息已经公布 一时间娱乐新闻中 全是对二人结婚的祝贺 广大粉丝非常开心 称她们为风之恋 祝这对金童玉女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她们婚后的生活很是幸福 谢霆锋对家庭很负责很用心 不管工作多晚都会回家陪妻子 而张柏芝不管在任何场合 面对娱乐记者的提问 她都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回答记者 我很爱她 她们爱得轰轰烈烈 人尽皆知 还诞下了两个可爱的儿子 谢霆锋也做到了一个好的父亲 好丈夫该做的事 对妻子和儿子百般照顾和关爱 羡慕旁人 结婚多年依然恩爱 如同热恋般的情侣 就算张柏芝身陷飞闻 谢霆锋也做到力挺妻子 给了她完全的信任和保护 她很感动没有嫁错人 在一次出行中 张柏芝需要乘坐飞机去往目的地 可是在乘坐的航班中 却遇到了之前飞闻中的另一方 可能二人本就是朋友觉得亲者自亲 不在乎外界的眼光 这些都无从得知 她们的座位并不在一起 选择换位置 挨在了一块还拍了合照 合照已经爆出 引起轩然大波 舆论导向非常明显 都是在质疑二人的关系 谢霆锋再也忍不住了 她平日里的照顾与保护 在这一刻都像一个笑话 她不想深究二人的关系 选择再给彼此留下一个 好的回忆和印象 提出了离婚 风之恋的结局也以失败告终 离婚后的谢霆锋没再恋爱 她将全部身心扑到了事业上 不论是演艺 音乐还是综艺方面 全都姐姐高升 在厨艺上 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还开设了一档名为 风味的美食节目 大家都指知她是个才子 却不知她的厨艺也非常好 在这档节目中 她展现了自己高超的厨艺 并许多观众重新认识了她 发现了她不一样的一面 全能帅哥 长得这么帅 做饭还这么好吃 好想嫁给谢霆锋词等 夸赞评论络绎绎不绝 王妃与前夫李亚鹏也早已离婚 过着独自美丽的单身生活 张柏芝也找到了共度余生的心爱之人 但下了爱的结晶 曾经有过纠缠的他们 现在都过着各自美满的幸福生活 可是在某一天 王妃谢霆锋手牵手 共同出现在某机场 事情来得突然 之前从未有风声 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 第一位都是风飞链三字 在如今网络发达的时代 众多网友纷纷参与到讨论之中 直呼是世纪大复合 之前本就觉得二人遗憾的网友们 在看到热搜后 像是过年般的开心 我喜欢到二人复合了 太般配了 希望这次他们能走到最后 俊男靓女太耀眼了 大家纷纷感叹 有生之年还能看到 二人复合真是见 令人震惊的事情 时隔多年的复合 也告诉了大家有缘人 自会相逢 如今二人行为举止低调 抱着幸福 只要自己知道就好的想法 甜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有情人终成眷属 只要二人还深爱着彼此 不乏一掷就不会走散